喀布尔大学校门口一看到摄影机出现 塔利班的士兵就拿着枪往记者身边走来 说着说着又多了一名塔利班士兵靠近 阿富汗局势动荡 各级学校战时停课 这些塔利班说他们会保护这座阿富汗最高学府 直到学生返校上课 只是阿富汗的教育体系 或许即将迎来重大改变 和伊斯兰教育出现冲突的部分 话说白了就是女学生 尽管塔利班曾说愿意让女性受教育 只是他们没名讲的是 未来在阿富汗男女同学得分班上课 阿富汗局势不明 每天都有近千名阿富汗人翻山越岭准备逃离家园 只是伊朗也怕这些难民带着病毒入侵 还在边境设置PCR检测站来保护本国民众 部分等不到撤离班机又不愿逃亡邻国的阿富汗人 选择在喀布尔的外国大使馆前等待难民签证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 年底前可能会有多达五十万人将逃离阿富汗 随着美国结束撤军行动 阿富汗老百姓将全面活在塔利班的统治当中 TVBS新闻纵道